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Steve说 本期节目有视频版 欢迎大家到B站和YouTube观看 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小薇老师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科技哲学研究室的副教授 也是日常的深处这本新书的作者 欢迎小薇老师 哈喽哈喽Steve好 大家好 欢迎欢迎 欢迎收听Steve说 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 所以今天小薇老师刚刚落地上海 没有昨天 20多天就来了 昨天晚上到1点多钟才入住 那么晚就过来 你平时经常出差吗 还行 但是还是有时候必须得出差 所以昨天晚上其实没怎么睡好 现在状态有点迷茫 我昨天也没来睡 好像昨天晚上有点拉肚子 所以今天同名吗 咱们俩调整最佳状态 关于出差 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我今天 其实这次出差 我觉得最大收益 就是今儿来这儿录播客 在路上 对 是什么带着期待过来 对 因为Steve住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老洋房 然后他又是在最核心的一个位置 旁边是基安寺 然后我就整个一路上走过来 然后就有一种挺恍惚的感觉 就还挺赛博旁客的 一方面是一个寺庙 它就很现代化的一个寺庙 那周围都特别高的玻璃楼 然后你就穿梭在里面 就这种感觉在北京找不着 北京没有这种状态 北京特别平 就太坚明了 然后上海它其实有很多错落 然后你就感觉那个楼像丛林一样的 在里面穿梭 然后又回到那种寺庙的状态 寺庙里面 然后我在这个洋房里面 Steve住的这个地儿特别有调性 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是一个底楼 然后还有阁楼 状态特好 然后还有一个阳台 所以我觉得生活气息 特别浓郁的 我就观察了好多 是 因为本来你来之前 我还说你在楼下 我去接你 然后我想跟你一起 我们一起看一看 因为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我们这一楼 其实是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进门之后 是有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的 像是一个 这个应该叫什么 就是一楼那个区域吧 反正是一块 对着好多自行车那点 对 然后但是那个 其实是一楼的邻居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囤鸡屁的 因为我们今天聊 也是跟日常的物品有关 所以我觉得 当时我特别想问问看你 你看到这个画面 是什么感觉 对吧 因为它下面 它的自行车应该有七八辆 而且都是从来不齐的 而且有很多轮胎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 它挂起来的 对 也是多余的自行车轮胎 有很多沙发 有柜子 有各种物资 而且它不是那种说 我只是暂时在这放一放 就你一看就知道 它在那放了很长时间了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 就很好的对应到了 因为你的书当中 有一张讲到那个展 是宋东的那个展 对 物尽其用 对 它其实也是把他的 有囤鸡屁的妈妈的 所有收集的物品 全部罗列出来 这个展非常非常棒 也很震撼 所以我就说 那个就是一个生活当中 一个现实的例子 所以当时就说 我应该跟你一会儿看一看 然后看看你发表了什么 我自己也在那看了半天 其实走进来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弄堂 然后走进来的时候 边上就特别有烟火器 有好多还做饭的 那正好那个味道 就特别浓郁 然后你知道 这个本帮菜 本身有浓油吃酱的 那味儿特香 然后你走进来 到那个公共空间里面 看到很多自行车 一瞬间 我觉得回到了八十年代 对 真的 我觉得八十年代 其实也就是这样 它也就是那堆着 那么多东西 然后那个就感觉 是时间凝固了 似的 就它穿越了 好几十年 固定在那 这里面住的人 估计当时 也是那种生活气息 现在就是年纪稍微大了点 但除了像Steve这样的 就是说 他是一个 这种状态 很多人我觉得 还是原来那个状态 是 我是觉得感动 而且就是觉得 生活有好多的褶皱 不像那种什么 窗明寂静的感觉 因为这个也是你 包括在你的这个书里面 我觉得你所 表达出来一种视角 而且像刚才我说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也有一种 很熟悉 和很 有 很有人情味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们俩是同年代 我们都是 都是85年的 所以 不要暴露年龄了 这段掐了 就80后就行了 都是80后 所以说 就是那个年代 我觉得人跟 日常用品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 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现在我们说到 人和物的关系 往往说的是消费 往往说的是消费主义 和反消费主义 说的是商业化 是商品 就是现在的所有 我们身边用的所有的物品 几乎都是可替代的 几乎都是你坏了 可以换新的 或者说你隔一段时间 会买更好的 比如手机 或者各种电器 衣服 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跟物的关系 其实很远 但是我在读你的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 你让我回想起了 我们跟物的关系 有更多的感性 和情感依恋的那个年代 所以 就刚才走进来的时候 就我看到那些东西 我就会觉得 就它很粘稠 就你想到过去的生活 它很粘稠 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怀旧 说过去比现在好 对吧 过去有很多东西 不如现在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 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 唯一正确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开心 对吧 为什么有异议的抑郁症患者 所以我们现在生活 肯定是有问题的 它有很多的好处 便利 但同时我们需要 一个参照性的维度 然后我觉得回顾过去 是一个挺好的参照性的维度 不是说它过去比现在好 而是说过去 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柔软的 就是所谓的温暖 而有力量的部分 而现在的生活 这种机械化的 创民寂静的生活方式 把那东西弄丢了 咱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回顾 来重新找回一些东西 就好像这个对比 它不是说是为了回归 而是说你至少知道 你失去了什么 或者可以有什么 对 当然不是回归 我觉得哪一个理性健全的人 都不愿意回到过去 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涉及到一个 因为刚才你也说到 关于比如说精神健康 心理健康的问题 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因为这几天 也为了要跟你录这个节目 其实也在这方面 有很多的思考跟觉察 我觉得现代人经常都会说 自己觉得自己很孤独 你觉得会不会 虽然一定程度上 是人际关系的疏远 大城市里面 对吧 这种原子化的这种生活 但是在另一种程度上 会不会也是 我们跟身边的物品的关系 其实也在变远 所以那也是带来孤独感的 对 当然了 我觉得人和物之间 它其实没有那么截然的区分 如果我们回顾不久之前的生活 那个时候大家 它是一起来使用这个物品 很多物品都天然是公共的 比方说厨房就是公共 对 桶子楼里边这厨房 就大家就一人弄一块地 但是你一眼就能看到一个纵身 就是每一家在做什么 大家都是在 就是那个做饭的那个味道 就互相的串 然后那个厨艺也在互相的串 对 就是我做什么你看着 你做什么我看着 咱们都在聊 这个孩子 这个家里的丈夫 妻子都在聊 所以那个物和人 都是在一个整体当中 在互动的 而现在你看我们用什么东西 我们自个用 比如说手机 这就完全是自己用 就以前电视不会自己看 不仅是自己家人看 甚至于整个村的人 整个镇上的人都在看 对吧 然后现在我们是所有东西自己看 然后就物和 物也不再组织人际关系了 就变成自己欲望的那种填充 就这个关系变得很单一 非常单调 它只是一个对你个人的一个工具 它不承载着 比如说你看到这一个物品 你会想到和他与之相关 所有的你身边的人那种关系 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哲学家叫伊万伊里奇 他写了一个书 翻译过来叫 《燕影的工具》 或者叫《群体的工具》 就他那个说 原来那个工具呢 它从来都是 就大家一起用 大家一起庆祝 大家一起获取意义感的 这种东西 是吧 比方说以前的电视 以前的厨房 这种做菜的 然后大家都是都在这过程当中 能够组织社会生活的 然后现在的这个工具呢 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说 都变成了精英的垄断 就是少数精英 他宣称自己是有资质 垄断这个工具的 我理解你意思 然后他造成的是呢 他在社会当中通过 垄断工具的方式来 攫取利益 这个时候使大部分人 被排斥为 不懂科学的笨蛋 然后你对工具特陌生 然后呢 也没法通过工具组织生活 你刚才说这个感觉 我做了一个联想 我觉得就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点像是 比如说足球 就是其实足球只是一个球而已 如果你只是一个人去玩它 其实会非常没劲 但是如果是一群人踢球 甚至有很多人在一起在看球的话 大家都围绕着这么一个足球 但是他所构建起来的那种场域 那种情感可能就是非常的 完全同意 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技术 就是应该是足球式 对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每一个人 都自己买一个足球 自己在院里踢 对 然后这就变成一个非常 所以其实就变得非常的孤独 对 非常的单调 然后非常的无聊 对 因为你看你在场上 大家都觉得我是为了抢球 就是手 你脚里能垫到球 这是你的目标 对吧 但如果你在自我家院子里垫球 你不用抢了 对吧 就在你脚上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样一对比 应该觉得 天哪 我们现在都是什么烂生活 对 你不要以为说我在场上 我是为了抢球 然后你的目标 就是把球抢到脚下 不是这样的 而是要跟大家一块玩 没错 是的 你在你的日常的深处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 我印象很深 你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 你对于断舍离这件事情的批判 因为这个 我觉得非常有启发 我以前没有这么想过 但是我看完你写的 我又被你说服到 你可以先跟大家讲讲 你对于断舍离的 可以说批判吗 还是说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是反思 反思 对 因为断舍离 我其实也不太反对 真正的这种断舍离 就是做一种思想的实践吧 就是包括一种精神生活的尝试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就如果你发现你们家东西太多了 然后你经过一个慎思 然后觉得说不对劲 这些东西平平灌灌的太邋遢了 对吧 然后导致我的生活被这么多东西绑附了 我就是可以做一次尝试的 但是如果你把断舍离 变成了一种商品化的营销 然后你买这个账 我觉得就不大合适 也不叫不大合适吧 就会觉得遗憾 就比方说我经常说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 大家推销的断舍离 是一种生活方式商品 生活方式可以一种商品 就你住一个200平的 那个自己的房子是吧 然后里面全是微水泥 然后刷的聚白 然后弄设计师单品的家具放在那 然后自己那个穿着蚕衣 跪在那插花 也没什么家具 然后空荡荡的 空荡荡的 可能有一两个家具 都是中古家具单品 就特别昂贵 但又很精致的 有一些收藏价值的 我觉得那个没法普世化 就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它是没法普世化 它背后带来的是一种 那个非常巨傲的态度 就只有我配拥有这种生活 因为它昂贵嘛 然后大部分人其实 没法承担的 我最近看说三下英子 就写断舍离的 它有了孩子以后 还能放弃断舍离 啪啪打脸 因为它是没法做到的 有了孩子以后 是 太多的东西 太多的东西 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画面 就是 我也会联想到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电影 或者影视作品里面看到 就是那种 很有权势 身居高位的那种人 他住在一个 也是很大的房子里 而且可能通常都是大理石 或者金属质感的 就是很冷峻的 它不像我们家这种 很暖很软的那种感觉 就往往都是那种很冷峻 然后你会让感觉到 这个人他是很有权力 很有威严 但同时他也是非常的 孤单和没有温度的 这样一个环境 我觉得好像会有一点 我不知道这是否一定是 一定相关 但就好像是那种生活的状态 和那种身份的构建 好像有一些相似之处 就是你要把你这个人 作为一个放大 作为一个绝对独立和完整 和自洽的一个存在 然后你跟周围的环境 就好像是我不需要 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是一个不需要任何人 和任何物的这样一个独立的存在 这个听上去好像很厉害 但你实际真的进到那个角色上 你其实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我觉得 是 因为我也没有过过那种状态的生活 就自己居住在一个城堡里 当然我可以想象 就是说当一个人 他是住在一个巨大的房子里 这个房子里面都是大理石金属 对吧 然后你就知道 那个东西不是他的居所 那个东西是他这种宣誓 就告诉所有人 这是我的生活 然后我是配拥有这种生活的 这种低位的人 没错 所以你说他真的在里住多长时间 那我估计人只要组织自己的生存空间的话 他其实就是很小的 很琐碎的 但是他那个房子更多是个象征意义 他要组织很多沙龙 大家在外聊天 对吧 他是这种功能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来说 你没法去兜售那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兜售那种生活方式 对我来说 就我自己如果特别的去羡慕这种生活方式 我会觉得自己的自尊会受到挑战 怎么讲 就是那本来不属于我的生活 我特别去渴望它 那我就必须贬低我当下的存在方式 啊 明白 当你抬高你自己的时候 其实有点把过去的情感 过去的记忆就给抹除了 就是那是更低等的 或者那是更不够精英的 不够诚实的 不够现代的 不够正确的 不够科学的 那你不觉得在我们的 比如说在上海这样的大环境里面 其实大家都做着那样的梦吗 就是我要出人头地 我要往上爬 我要你知道打车打房子 然后我过去的生活都是 啊不行 太太太太普通了 啊 就其实大家都是有在朝着那个梦 在在挣扎 在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 其实有挺大的悲剧性 就是绝大部分人是不会实现的 对吧 如果绝大部分人都会实现的话 大家就不会去追求那个状态 大家追求的一定是少数人的状态 或是某种意义上特权状态 没错 啊 就是自己在特定的位置上 他可以对其他人产生支配 啊 有很多的钱 很多的权利 很大的房子 很好的车 那如果你把人生建立在那样一种追求上 是不是大概率会很失望 嗯 尤其是当你到了40岁左右 然后你发现说 这个梦想 你逐渐变远的时候 你开始真的意识到自己的人生 非常频繁的时候 你怎么接受 是的 我觉得尤其是那样的人生走到可能后半程 对吧 当你开始面临 其实你的人生也有终点 其实你也是两脚一身 啥也带不走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会有很大的失落感 就是我积累了所有的这一切 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 它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 是 那好难想象那种 就真的是这样 就是只有一个严肃的主题 就是面对死亡 对 这是唯一的一个主题 或者说一个哲学性的主题 就是你怎么去理解死亡 然后有很多的读者会说 小伟老师 我觉得你过得很顺 就特顺 对吧 然后结婚也顺 生孩子也顺 说你为什么那个写的东西里边 老师带有一种特别大的遗憾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很顺 我才遗憾呢 就当你的生活特别的 就通俗意义上理解之后 非常的简单 然后节奏也非常的好 然后你会最担心失去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失去 然后现在我就感觉到 我再失去 怎么不再失去呢 到这个年龄差不多 其实咱俩很年轻 是的 咱俩实际上是很年轻的 我看你的状态 我也觉得还挺学生系的 你要跟我说 你可能278我也会写 我们俩是差不多的状态 但是你其实抬头看老人的话 你就能够看到时间 然后低头看孩子 能够看到时间 对 就是孩子长得很快 然后老人他衰老特别快 是的 然后他的身体 就要不断地提示你说 你觉得你在镜子里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岁月 每天都在切割你的生命 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然后他们马上就要走向暮年 然后可能20年30年 他们就消失了 我觉得这 我就得面对这种巨大的缺憾 我觉得大家相处都挺好的 为什么要被剥夺掉 我又不是幼年丧富 对吧 我心灵早就适应了 然后我现在我就会觉得 每天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其实人生是挺遗憾的 然后等你到了一定状态 你能感受到这种遗憾的时候 你觉得你还能身夺高 是不是得把经济调整一下 放在别的地儿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足够诚实 足够坦诚的话 我觉得遗憾跟丧失就几乎是一个 必然的你必须要面对的东西 就他不是说一个幸福的人生 是不会有遗憾的 反而是我甚至会反过来说 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 如果过得幸福的话 那么他就应该感到这种常有的遗憾 因为他才有足够的勇气和坦诚 包括有足够的闲暇跟空间 就是去感受去体悟这些东西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 我特别特别有共鸣的 就是我这两年还好 我前两年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在一起之后 因为我们感情也特别好 特别爱那种的 我有一段时间 我就会晚上睡不着觉 失眠 我躺在身边 他睡着了 我躺在身边 我想着他 你知道我那时候会想什么吗 我想有一天他是走了 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会因为这种想象 就是每天 真的是晚上困扰到睡不着觉 就是那种死亡焦虑 因为我自己对于死 我自己的死亡 其实还 这个问题算是 就是有点修通了吧 我们作为咨询师 也是会考虑很多 这个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对我自己 这个方面都还好 但我想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痛苦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一度觉得 我是不是出问题了 还是怎么 我为什么会每天晚上 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慢慢 我就意识到 其实不是 就是其实正是因为 这种很深的情感链接 才会这么想 才会这么想 就是正因为很深爱 所以你才会提前去预想这个事 害怕丧失 没错 没错 所以就说这好像是 像是某种幸福的代价 人的想象力 你没法阻止或者控制它 所以你就必然在拥有的时候 你拥有的越多 你就会想象你失去的东西也越多 对 是这挺矛盾的 非常矛盾 你刚才也说到遗憾 我不知道这当中 是不是也包含另一个维度 就是可能是时代的变迁跟变化 因为从你刚才你所分享 你跟生活 你跟周围的日常的物品 这种关系的话 我想到了今天的这种 消费主义的时代 可能还是会很失落 因为很多东西的失去 很多东西变成了 可抛弃的一次性的 可替代的 不断迭代的 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 我觉得那种失落感 应该也会更强 我觉得肯定是这样 我自己能明显感觉到 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你经常看一些社交媒体 你也能觉得很多人 他都在追忆过去 是的 经常 比如说现在都有很多什么餐厅 很多主题的那种 都是什么70后80后饭堂 对 再比如说什么中式梦合 他们都在试图回到过去 当然不是说他愿意回到过去 而是说他试图追忆过去 我觉得这个追忆本身是正当的 就是如果你严肃地分析这种追忆 他也不是说这个人就特别怀旧 或者说那个尸骨不化 说不愿意拥抱现代生活 这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他愿意去通过回头追忆 才能够获得心理的满足和幸福感 他不是在向前看了 因为我们曾经一度都是觉得朝前看日子越来越好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会 可能这两年大家慢慢地静下来之后说 那个前面有点看不太清楚 对 对吧 而且这个真的是这种时代性 就是我以前比如说十几二岁的时候 我不觉得就是时代跟个人有什么关系 现在越回看就觉得 比如说2000年之前那会儿 对吧 我们在向2000年靠近的时候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往前看 对 旧的全部打碎 然后就是走向未来 闪闪发光 对 然后现在就觉得我们在干嘛 我们要去哪里 所有人都在原地瑟瑟发抖 对 你看哇 就是全世界就 整个都是不太平的状态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就未来是什么样 就大家开始迷茫了 就朝前看不清晰的时候 大家就朝后看 当你朝后看或者朝过去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我会看到很多 就是 或者说你最喜欢看的是什么 有这样一些特定的物品或者场景 我很怀念就是当年大家可以打一个家具 就原来有木匠的时代 对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更多的那个家具 其实已经是就是客制化的 用三合板做的 但是更早一些 你还你还有一些记忆 或者你起码接触过 就有些木匠 然后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就出租车 然后有一个就是在在北京 好像是哪大兴的一个出租车司机 然后我们聊了半天 然后他就说当年 那个木匠是很牛的 就是木匠可以转瓦匠 瓦匠没法转木匠 因为木匠就是这儿挖紧的 那个整个家具 全都从头到尾 给你设计 给你定做 就它是个技术活呢 然后那个时候 你想所有的东西都是个性化 因为你打家具嘛 那个木匠 他给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每个都不打一样 因为他人就是有闪失的 人是有很多随机性在里边的 那个材料也是有闪失的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唯一的东西很容易拥有 每一个都是绝对的定制款 跟估品 今天来看就觉得确实 今天来看极贵 极贵 当年都是这样 然后现在你说你要去找一个人 给你做一套家具 你上哪儿找 这就没有了 然后再比如说 我还很怀念的 就大家一块看电视的那个状态 但是在我小时候 基本上就是家人在一块看电视 但是那个我就觉得很温馨了 现在你看都是每个人 拿个手机 蹲那看 对 而且就甚至是 在一块看电视的时候 也是各自看手机 小屏幕抢大屏幕这样的 没错 就是大屏幕做背景生 然后每个人看自己喜欢的 然后复习躺在一张床上 背对着 然后自己刷自己的 是吧 有的还要求说 我们俩互相尊重我们的隐私 你不知道我的手机密码 我也不知道你的手机密码 对吧 大家说的特清楚 这是我的个人界限 我有我的个人生活 就听起来就 哇 就是很高大上 是吧 就是很现代 其实它里面流失掉的东西 我觉得挺多的 就是有些东西是需要共享的 有些东西是需要 在亲密关系当中 彼此走入的 而那些东西 现在都画上了神圣的界限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不是能够促进幸福生活 嗯 就是这个很矛盾 一方面其实当人们变得更独立 有了自己的空间 这也是一种 进步 进步跟一种自由 可是另一方面 它就也是进步的代价 而这种代价 你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去支付 或者说 你是否能有意识的去选择 你要付出多大代价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 我一下会想到 我每年春节回去 虽然现在春晚真的很难看 但是我每年到了年三十晚上 好像我们家里面自然而然 还是会坐在那一块看春晚 但是我越来越觉得 就像你刚才说的 好像那个重点不是我们去看这个内容本身 而是大家坐在那 一起共享这样一个时间 然后各自发表自己的评论 甚至有时候不说话 但是我们是坐在那个地方 我们一起再共同做一个事 这种时刻 我觉得好像是越来越少的 越来越少 而且大家现在都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说话障碍似的 说话障碍 怎么讲 就是大家很难 真正意义上和一家人在一块言说 交流对话 交流对话 也跟长辈 跟晚辈 跟同辈 跟亲戚 大家总是觉得有一种奇怪的尴尬 就是甚至于说夫妻之间 就有很多的比较成功的男士 他回到家之前 在地下车库坐半个小时 车里抽根烟 在车里抽根烟 然后整理一下表情 然后再回到家里 然后跟爱人之间也没什么可交流的 你觉得这个尴尬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 但是以前没那么尴尬呀 以前有可能有剧烈的争吵 但这种剧烈的争吵也是一种交流呢 现在就大家很冷感 大家要维持某种表面的和谐 就尽量的减少对话 就是没有 可能是碍遇整个都消退了 是 你说这个我前几年 我在这个网上我发起过一个小小的挑战 就是当时这个挑战叫老爸识问 当时我就列了十个问题 然后我就挑战大家回到春节回家之后 你跟你爸去聊这十个问题 他包括比如说 你就是两个人都问彼此同一个问题 然后各自在回答 这些问题包括比如说 你为我感到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你为我感到最丢脸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就是各种类似这种很直白 然后很感性 然后又是很针对个人的这种 包括最后一个问题是问你爱我吗 然后你知道 哎呦我的天 然后当时有好多的 那个我那些就是听众 他们看到就说 他说有些人就说 我看到这十个问题 我就觉得尬的不行 我觉得我没法聊这些问题 我一开始我觉得很 就是一样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虽然这问题确实不是那种 因为我可能是我发问的方式有点太正式 所以显得是 你为我觉得最骄傲的是什么 但是当我意识到 对很多人来说 这些问题是不能去问的时候 就是那种尴尬 那种不自然背后 像是有一种 一种怎么说呢 一种禁止 一种禁令 你不可以聊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 What's wrong 这怎么了 我们为什么 就是就像你说的 我们的交流消退到了 这些问题 连说的表达都无法表达的地步了 对 可能 我觉得有的人会说 我揣测 有人会说 这种问法 说老爸你觉得 我做的最骄傲的事是哪 你还拜我 他可能会觉得说 咱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咱也不这么问 这是一个非常 就所谓的现代的 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西化的问法 是 我们中国人之间很少 就是父子之间 包括丈夫和妻子之间 也不大说你爱不爱我 比如说我要让我爸说 对着我妈说我爱你 哇 你知道吗 我脚趾都得抠脱紧 就觉得这事不大可能 他们有他们表达爱的方式 可能是相互之间的一个 轻度的诅咒 是 对 有的时候说你 你这个死鬼 对对对 那个轻度的诅咒 但是他表达爱遇的方式 然后对孩子之间的表达 可能就是多吃点 他对你的就是 他给你虚寒问暖 然后给你盛饭 给你穿袜子 然后在旁边默默的 偷偷的观察你 即使你已经快到40岁 可能那是他表达爱遇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 就是这种东西 现在就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这个东西慢慢的也消退了 就是那个很模糊的 很隐晦 很间接 但是又很带有温度的那种感觉 对 也消失了 就是整个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那个粘稠度都下降了 而且现在其实会以 我觉得是会以 像是讽刺批判这些东西为乐 比如说那种段子说你什么 怎么说来着 就是要让你穿秋裤 就是你妈认为你冷 才是你冷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反而变成一个笑料 但其实它本来的产生 也是一种情感表达 对 你包括很多词 比如说 其实语词本身 它就是一种权利 当你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 它总是 就是让谁进入 让谁出解 然后是一种切割 是一种议程的安排 比方说爹味这个词 对吧 你可以想象说 中国传统的家庭 会有这个词吗 它肯定不会 对吧 因为当然它有所谓的封建的一面 就是它生活在一个父亲社会当中 这个父亲是在家里面 相对来说是您的尊重的 当然咱也不用说它都对 但是到现在 就是说那父亲当然不值得尊重 所以就是爹味 就爹这个词 可以用来表达一个讽刺 甚至于这个母亲 也可以用来表达讽刺 说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这句话就是说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不停地念叨我 是吧 所以你看传统的父和母 实际上都在这个敬意当中 他的敬意都在不断地消失 这个其实不仅是父母 很多传统的敬意都在消失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原来的这个仪式都在消失 对吧 然后现在我们就想进入一个什么状态呢 似乎是要进入到一个 以我的个人喜好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状态 是吧 所有的传统都要消失 所有的曾经拥有的习俗 仪式 神圣的超越的对象 都要打碎 剩下的就是我的喜好 用我的喜好来丈量 世间一切事情的合理性 只要我不喜欢的 然后父母的说辞 你干嘛 你跟婆婆妈妈的 跌入很重 只要我不喜欢的 就封建落后的 对吧 其实你在使用一个语词的暴力 你在用这些语言 把这个世界做一个分割 分割成你喜欢的 你不喜欢的 但其实这样很 其实是挺简单粗暴 而且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你会觉得很爽 你拥有某种评判的权利 对是啊 但是长期来说 你觉得这样 时间久了 这会对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自己实际上 就是我对他一直很怀疑 就是当我说一个人 用这样的词去说他的时候 对吧 然后把他划归到 所谓的不正确 愚蠢落后的 这个领域当中去 然后我代表的是 所谓的理性正确的 科学的生活方式 其实背后垫靠的 一个基本是欲望 理性实际上是为了 justify 我的这个说法 对吧 我背后的是什么欲望呢 就是要把自己的个人喜好撑满 他没给我们带来那么快乐 我们现在有一亿的抑郁症患者 就是确诊的 还有没确诊的 大家快乐了吗 是 就这是 这其实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谜团 就是为什么生活 从物质层面来说 再往前走 但是我们的心灵 并没有 同比例的变得更加的 同比例 变得更充实 而且我们觉得我们 现在社会 就是给了我们个人 很大的空间了 相较于传统社会 我们可以去随意谈论很多的问题 那没有让你变得更充实 没错 那缺乏的那部分是啥 我觉得这个也是 怎么说呢 自由的一种负担 当你把一切都 以你自己的喜好 作为一种评价标准的时候 你其实同时也要 担负起去评价 去理解 去构建你的世界这种责任 但是我觉得 这对于人的来说 可能是有很大的精神压力的 比如说今天很多人说 很迷茫 对吧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你在一定程度上 这种迷茫也是因为 你而且只有你 能决定以后你要干嘛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负担 就是自由的负担 自由的负担 是 我觉得自由肯定是有意义的 就是相较于传统社会 就是父权社会 包括对于女性的压抑 对于这个青年人的压抑 这当然我们要 就批判反省 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批判 一直在反省 对吧 当然你有的人可能说还不够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能说我 我轻易的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 然后那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它是在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 逐渐的内生出来的 然后你要把那些东西非常细致的挑出来 因为你 我们能用的这个理论资源 其实挺少的 就比方说我们经常说的个人自由 什么是个人自由 那如果你去往下问说 那就是我的喜好 那个就是个人自由 满足个人的欲望 那个叫个人自由 你说你要尊重我的个人尊严 什么是个人尊严 在什么意义上 什么行动是对你尊严的冒犯 这是不是应该挺细致的 是的 就你如果认真去想 其实它里面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不过我都想问你 OK你刚才也提到了 什么是个人自由 从你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往深了去想的话 对 我觉得其实挺复杂的 如果说你要回到说 康德的这种启蒙语境能中 是吧 那个个人自由 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悬摄 人的知性当中的一种能力 就如果没有自由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所谓的认识 我们也没有所谓的这个道德 就我必须要做某种意义上的悬摄 就如果人是不自由的 他的行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对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你把它沉降到 你的日常生活角度上来说 在什么意义上 你要去捍卫这种自由 其实这个需要很高的知性成本 对吧 就是它成本挺高的 它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轻易的坐那 然后就说 这个就叫我的自由 然后你跟我说的不一样 我觉得受到了冒犯 你是愚蠢的 然后你是反自由的 我觉得那肯定不是 甚至于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你要付出巨大的认知成本 才能够逐渐的去体会 或实践自己的自由 就好像是你得先认识到 你有哪些选择 你能做哪些选择 然后你还要去考虑 这些选择都意味着什么 对 它当你做了这些选择之后 它体现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这些其实都是你需要去思考的 对对 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而且需要一个极强的理智能力 和道德力量去承担它 没错 在这个承担过程当中 你完成你自己 这是一个极需要勇气的事 而且特别耗费精力 我觉得 对对对 因为在过往的生活里面 有很多事情 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 对 可能大的事情你可以想一想 但是甚至有的时候大的事情 也不需要怎么想 比如说你要做什么工作 对吧 你毕了业之后 那会儿都是学校专业对后 给你介绍过去 你就去了 对 也不会去想 包括那个年代的婚姻 可能也是 随道区 同一个院里面 或者大家相个亲 你来我往 这个熟了之后 自然就有感情了 这样的 就好多事情 它里面的 它不包含那么深刻 那么长远的选择 对 如果你那时候你问他说 你觉得你的自由 有没有受到损失 他也没觉得受到损失 对 他觉得挺好的 因为他可能都不 并不 就他的生活里都并不存在 可能更大的自由 就他的自由 还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的 没错 没错 是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人的处境 就是除了他是可朽的 就有巨大的遗憾 另外一个遗憾 就是人他是匮乏本质的 你比如说 你要问一个柳树 你说为什么你不是一棵桃树 那个柳树会觉得 哇靠 你是不是有病 我是柳树 然后我只要长成一棵柳树 而且我不需要选择 成为一棵柳树 我会自然而然的 长成一棵柳树 他就会很幸福 因为他就是彰显天性 自然的节奏成长就行了 但人就很痛苦 就是说 你可以不是你 你可以是柳树 还可以是桃树 你还可以是梧桃树 然后你要去承担自己成为什么 那种重担 有的时候 我觉得压力是挺大的 我觉得咱们很多痛苦 说在这边 没错 我觉得当下的 尤其年轻一代 对于那种迷茫 那种精神上的那种压力跟负担 因为大家都很怕犯错 大家都很怕 万一我选错了 万一我没有做到 我选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事业生活 我可能就 对吧 我可能就完蛋了 是 所以好像这个地方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当我们讨论自由的时候 似乎是可以把自由分成 我不知道这个分类是否合理 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你在一个特定的 一系列规则和范围之内 在这个规则之内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但好像还有一种性质的自由 是对于这些规则本身的 一种挑战跟突破 就是我的自由 是我要突破现在的设定 就像刚刚你讲的 我在 我认为我就是一棵柳树 我就是要做柳树 那我的自由就是 我成为这棵柳树 这个过程 只要没有人阻碍我 阻止我成为柳树 我就是自由的 但是另一种意义的自由是 我凭什么只能做柳树 我要去突破这个数种的 这个限制 没错没错没错 完全同意 对 就实际上是总结特别好 一种是消极的 就别阻碍我成为我想成为的 另外一种就是 我争取成为我 那个我想成为的 然后这两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一个是面临对抗 一个是面临选择 一个是消极 一个是积极 我觉得可能后一种 会带来更多的痛苦 没错 因为打破了那些原有的边界之后 其实你 你以为你会感到更好 但其实你可能面对的是 更大的困惑 对 就是脱离了这些坐标 跟参照系 那还有什么 对 尤其是当你 就是最近 前段时间 那个是那个什么 轨道跟旷野的 那个讨论 你知道吗 就人生是旷野 不是轨道 就那样一个说法 然后我说的是 那个 人生是街巷 是什么 街巷 哦街巷 这个很有意思 对 就它既不是轨道 也不是旷野 是街巷 因为轨道就是别人给你划定了 对 然后旷野 就你不知道去哪 所以当时 当时这个问题 我听到我就觉得很 其实我也很 就是我很讨厌这个说法 它就已经把你设定了 要么是旷野 要么是旷野 但这两件事情都有问题 对对 就是它语言的暴力就在这 它可以划定一成 没错 没错 所以街巷是 街巷是 就是它既不是别人划定的 它也不是不知道去哪的 哦 OK 对吧 所以是什么 是你在里面瞎逛 对 但又是你的生活的一个意义感的来源 对 你大概就街巷是大家都会去一个地儿 但是在那里面呢 每个人有适度的自由 啊 明白 所以它其实 所以其实是达成了一种 旷野跟轨道间的一种平衡 或者说一种调和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边界 但是在这个边界之内 你又可以很自由 对啊 对啊 就看边上的一些小集市 你就能感觉到 其实人生是我觉得更有可能是那个状态 这个说法我很喜欢 是街巷 怪不得大家现在都喜欢去逛市集什么的 对对对 特别治愈 没错 而就是那种你在逛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 当然现在很多市集其实很无聊啊 就是它里面卖的东西几乎就是 差不多的 都是差不多的 有点糟心 是 但是偶尔有时候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市集 它里面真的很有趣 然后你就会在里面去发现 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东西 对啊 然后这么说起来 我觉得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特别痛恨逛街了 哦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商场里面 你逛的东西都是完全可预见的 哦 你知道有哪些品牌 你知道一楼是什么 二楼是什么 三楼是什么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没有那种就是 英文有个词叫stumble upon 就是 就是撞见 对 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令人开心 有点像比如说我们 像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去日本 对吧 日本那种小巷就特别多 对对对 撞见那种小店 撞见一个 我不知道一个很古灵精怪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会觉得这一天你都觉得很有意思 特别值 特别值 对 你要是在 你要是在去逛商场的话 你非常精确的知道我上了上一层楼 那一层楼有什么 甚至你去的多了 品牌是什么 你都能记得 一进楼给你一个导览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然后让你很清晰的知道上哪个楼 你要吃上五楼 你要买什么到这个 没法撞见 现在越来越少的撞见 但是你要去就是说农村的鸡毛市场 没错 那里面就好多撞见的 就是首先你价格就会撞见 对吧 你要跟他划价 然后你会遇到那个不同的人 要很多不确定性 那个就是我们原来认为都是老旧的 这价格不透明 哎呦 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聊天 对吧 当然他有这个很繁琐的一面 但他也有好玩的一面 就是你可以持续不断的撞见不同的人 然后撞见不同的价格 然后不停的划价 如果你看老年人其实很喜欢去这种鸡毛市场 就他觉得里面有人味 没错 因为人其实挺喜欢撞见的 挺喜欢很多那种随机的东西 他不喜欢所有东西都被控制在一个运筹系统当中 你说这个会让我想起 比如说现在我们用的很多APP 像淘宝这些什么的 你买一些东西之后 然后慢慢的算法 就会开始去猜你想要什么 而且很准 很准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 比如说他那个发现页 你一滑 就是一种极度无聊的状况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东西你都已经买了 我不需要在你推荐了 我其实是想撞见一些新奇的好玩的东西 但是大多数时候算法给你推给你 就是大概类似的 那些东西 对 就他会迎合你的喜好 迎合你的品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刷刷刷一段时间 我发现他老给我推 他就固定模式了 我就会发现说原来我是这种人 对 我觉得我痛恨我自己 原来我是这种人 然后我想的办法就是 比如说有时候我会特意的把我媳妇的手机拿我来刷一刷 就是我看看说 能不能看到撞到一些好玩的东西 没错 之前我有些APP 我是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以前有段时间 就是现在我已经卸了抖音了 已经不用了 但有段时间我用的时候 我刻意就没有注册账号 没有注册 他就没法给你推送 每一次推送的内容 就都是很乱很不一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反而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各种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对 而且你刚才我们说关于这个街巷跟商场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极好的比喻 去反思生活 因为你不觉得现在其实我们生活变成是很商场化的 就是一楼是什么 二楼是什么 十岁要做什么 二十岁要做什么 所以那种深度的无聊和那种挫败 甚至可能有一种很隐性的 我觉得是一种愤怒感在里面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好精确 都好高效 但同时他又完全无法激发起我们的生活的欲望 包括你刚才说爱欲的消退 商场里面是没有爱欲的 是没有爱欲的 就是买卖关系 买卖关系 然后他有喜欢但没有爱欲 因为喜欢喝爱欲是两码事 喜欢就是能满足我的欲望 这个东西能满足我的欲望 爱欲是我投射到他者 没错 就我在别人身上寻找到自己的价值 爱欲可能是小学的时候 门口小埋布的那个老板 对更多可能是那个 对就是你想到这个地方 你想到不光只是他卖的东西 而是那个场景 你在那里的感受 对而且你对这个人投注了很多情感 没错 就是不仅说他满足你 你觉得有一种感觉去 他也需要你那种感觉 是 这么聊 我觉得 我觉得 现在生活真的好 让人觉得好挫败 对 就他有一个巨大的挫败感 失去了好多东西 失去了好多东西 就这种 我觉得爱欲的退缩 是一个 就最令人感到 因为他是巧无声息的 就退走了 就黯然退场 是的 他都没有说剧烈的挣扎 因为他就没事就走了 人和人之间这种互相情感的投注 现在被认为是很肉麻的一件事 比方说你要说我为了你 就举个简单例子 说为了你我可以去死 就这事 这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肉麻 就咱们都觉得肉麻 对不对 就咱这年纪的人觉得肉麻 然后当年可不是 对于70年后的人 他们追求自由恋爱的时候 就是为你去死 就是大量的诗歌表达的意思 就是为你死 就你包括罗明欧 朱利叶对吧 什么孔雀东南飞梁人博住英台就为你死 然后咱们现在觉得 谁为谁死 就是疯了 你丧失理智了 先是我 再是你 后是他 对吧 咱们就强调个人的 我觉得这当然就有解放的一面 就要不然你其实容易被洗脑 容易被支配 容易被奴役 但是它是里面有没有合理的成分 就还是要特细致的做精神化学的分析 没错 没错 就你不能 很简单粗暴的认为 就是要么是没有自我的 要么就是全部都是自我 对 不是非黑即白的 不是非黑即白的 嗯 现在如果 我好奇问 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比如说你在书里面 你也讲了很多 过去的日常生活的这种细节 在你的过去的生活里面 有哪些 比如说日常用品 哪些物品 是你现在想起来会印象很深 或者说你的 你觉得跟他的情感连接很深的 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东西吗 呃 我 可能没有哪个具体的东西 但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 就是 我爸的那个大的书桌 哦 然后那个以前的书桌 它不都是石木做的吗 然后一般情况下 一个情景是 一个大桌的 大方桌 上面铺一个 玻璃 那玻璃下面压了好的照片 啊 对 所以每天你 你走在那儿 都可以去看那个玻璃下面的 这张照片有了 放进去 然后每天都在平展你的历史 对 它像是一个 微型的个人生活的一个展览一样 对 就每天都在那展览 啊 然后现在呢 你手机里很多 但是 你也不天天看 对吧 然后你没有一个空间的占据 然后你拍的很多 但从未展示 没错 是啊 我都忘了 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但你说 以前我的姥姥家 也有这么一张桌子 虽然上面都 没有什么我的照片 但是很有趣 就是你在像是在窥探 别人的生活一样 对 所以我每次一想到 那个桌子 包括我爸在上面 有写写字什么的 呃 然后那个 它上面铺一个沾毯 然后你掀开那个沾毯的 一个角落 就可以看到整个家庭的历史 然后我小的时候 对 什么东西 老照片 对 老照片 然后哇 那个记忆一下就沉下去了 是 对 那个是很温馨的 包括 包括可能有一些生活的票据 或者有些字条 对对对 会压在下面 压在下面 今天想我要干嘛 或者电影票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对啊 啊 这一下 我都好多年没有回想起这个画面了 但你说一下就 我最近几年有点怀旧啊 估计是衰老的表现 嗯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但实际服你会有人生当中 哪一个东西特别感触 我前两天 我问你这个问题是我自己也想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就特别悲剧性的一件事就是 更早的童年的物品好像都随着拆迁搬家 丢失了 丢失了 以至于我现在想去回忆 因为有些东西是你有点忘了那个感情 你得重新看到它的时候 对 那些感受才能回来 但是现在我 伴随我一起长大的 不管是玩具还是物件 几乎都没了 这个当中有很 我很不爽的部分 就是有些东西是在我父母在没有经我允许的情况下 因为我后来出去读书什么的 然后搬家 他们就给我扔了处理了 就其实有很大很大的遗憾 所以现在想起来 我能依稀的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些玩具 因为我小时候是特别典型那种淘气小男孩 所以喜欢枪炮 喜欢这种军事模型 那种小小的那种兵 就是士兵的小模型 可以你知道可以摆一地 各种模拟战场的样子 美国大兵 美国大兵 就那些是我小时候特别热爱的东西 但是后来就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但现在看到可能还会觉得 可能会想起来 那个时候自己充满想象力 跟创造力的那种童年 等一下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你肯定会有 因为我感觉你应该是很受女生欢迎的 所以我揣测 就比方说 女生有没有送给过你某个小东西 我给你说 别的钱只贺之类 我跟你说 你说这问题就特别戳到我了 我小时候拒不受女生欢迎 不可能吧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就挺胖的 而且我小时候性格其实挺内向的 我是一个小时候脾气挺怪的人 因为你是博主 那都是现在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 小时候是刘叔长大 别人不懂 自己其实有一个断裂的过程 有一个 说的好听点是一种蜕变 是一种转变 但是你也可以说是一种 我也不能说是断裂 因为它也是连续的 但是如果你把两个时间点 时间切片抽出来看 其实很不一样 所以其实并没有你说的那种什么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牵纸和 还有那种小猩猩 一个罐子 放在一个罐子里 然后就送你 这个没有吗 没有 虽然我很羡慕 我也知道 我也看过别人收这个 但是我真的没有 但是所有在人生当中某个阶段 不管是友谊还是爱情 或者是老人留给你的东西 都没有一件东西 实际上是可以扣住的 可能就是像 比如像那种叫什么 同学录吧 同学录 同学录还是有的 同学录里面写的一些东西 画的一些画 这个还是有的 对 这个大家都有 这个对 而且 我现在生活里 留在我身边时间最久的东西 是一个菲利普的剃须刀 那个剃须刀是非典那一年 那是零几年的时候 对 然后这个算是 因为这是之前有一次 在这个知乎上有个贴 就是说你现在身边 带在身边的 最长的 时间最长的 是什么 我当时专门去翻了一下 我就发现原来是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记得是非典 就是当时 因为就是封校 我当时住校 晚上封校周末 父母就给我送东西 然后当时我爸在里面 加了一个这个玩意 我说这什么 怎么想的 就给我送了一个这个 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 就养成了习惯 要 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 青少年的那个胡须 是清须 是那种 长得其实挺不好看的 你知道 像仙人那样的 我明白 它不是很硬的胡茬 对 然后当时可能我爸觉得 讲不好看 你还是剃一剃吧 然后这个我剃一剃 然后说那个 那个剃剧刀就是一直带着 后来我去 一直到现在 一直带着 后来去加拿大 然后再回来北京上海 现在还能用 我的天 咱不是这个硬广植入吧 这回 这真不是 这个真不是 但是 但是我就很感叹 就是现在的这种电器 用不了这么久 基本上两三年就就坏了 对 一个是可能它设计的时候 就没想用那么久 另外一个 咱们也不会用那么多 反正当时 那个剃剧刀 我现在 因为它比较轻 比较小 我现在 比如说出差 我都会带着 而且正常充电 正常使用 就是 所以就 所以就是 我看到 我跟这一个物件的关系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能找回一点 那种 记忆 那种 对 就是你和一个物品 其实也可以形成 像是某种友谊一样的 完全可能 很多年的友谊 对 你看着它的时候 你会想起这一路的 所有的这一切 所以反过来说 我才会觉得 对那种 现在的很多 尤其这种小的这种 比如像电动牙刷 像剃剧刀 真的就像你说的 因为我有一次 我们家电动牙刷经常坏 基本上每年都要换一次 它都是那种 就是保修器之内 你知道直接去换 我有一次就跟那个客服 就是他们那工作人员就聊 我说这个为什么老坏 然后他就跟我说大实话 他就说 这个东西要是做成十年不坏 你怎么会去买新的 就它其实是 你甚至可以阴谋论的认为 它在设计上 它故意让你 就是可能两三年就要坏掉 你没法长久的 拥有一个东西 对 所以他也是 就是也是通过消费来 剥夺了你和一个 物件里关系 对 这个其实很残忍 它有点像是 你交了一个朋友 但是我强行让你 没两三年 你得换一波朋友 对 这是一个真可怕的事 就其实 如果真的是设计的时候 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挺不人道的事 就算是有一个朋友 就是每两年 这个朋友就得去世一下 然后你就得换新的朋友 是的 真的是那种感觉 对 然后你说我怎么投注情感 是 但就是你看看 比如说 比如说我看看 我现在生活中 所有的拥有这些东西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几乎都是可能 过去这几年有的 那种旧的东西 真的很少很少 并不是因为我喜欢 因为我其实物欲并不高 我也不太喜欢 花钱买东西什么的 然后作为一个巨蟹座 其实也有很练旧的一面 但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你想 但你没法做到 对 就是因为这些物件本身 它 就现在技术的情境 包括里面 都嵌入了一个消费逻辑 然后他就要求 所有的东西都是快销品 它其实是对人的 一个巨大的剥夺 实际上就是对你的情感 巨大剥夺 没错 就是刚才你说的 说你的朋友 要两年去世一下 然后再换另外一步 现在东西就这样了 你没有那些投注感情的物件 而且有时候 像有一个 建筑大学的 叫马拉夫利斯 他就做了很多考古的研究 比如说咱说那 结神记事对吧 咱老以为说 结神那东西 是为了记东西 就是一二三 结三个那个点 不是这样的 他结神实际上是说 接着那个东西 可以让你通过那个东西 回忆起当时的情境 对 它是让你回忆情境 然后在里面想到 你大概是几头牛 几头羊 是这么回事 就你看到那个提区刀的时候 你为什么对他有感情 你如果没看到他 你都想不起非典那年 你父亲跟你们那个交流 当时隔着那个校门 也不能进来 就送一包东西给你 那个画面就是 我每次看到这提区刀 我就立刻想起那个画面 对 它的那个物才会把你 带入到那个情境上 所以物绝对不是简单 你使用 它实际上是在和你对话 把你带入一个语境里 那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现在这个物品 都不给你了 所以我能否说 每一个有年代感的物件 它都像是一次 小小的时间旅行一样 真的是 它能把你带回到某一个 特定的场景当中去 对对 而且在一个东西 比较旧的东西面前 我老感觉自己很小 就是我能感觉到 它是有光运的 然后它在 它在讲述 我是 我是一个倾听者 没错 对 而且你这么来说 因为人的自我 因为人是叙事性的动物 人的自我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谁 其实都是跟我们过去的故事有关 我们通过过去发生的事情 知道我们是谁 就像比如说阿兹海默德 阿兹海默德 他记忆力被损失了之后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因为他的自我的叙事就断裂 甚至就破碎了 对吧 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身边那些物品 如果是长期持续存在的 那么他们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卯一样 对 他能卯定你对自己是谁 这件事情的那种 整个故事能够变得很稳固 但如果你的物品一直不停的在换的话 那一定上就意味着 你的身份也是很混乱的 对 你就锚不住 对 然后有个心理智慧家叫Andy Clark 他原来就观察过一个现象 特有意思 他说那些换了老年痴呆的 就刚才说那阿兹海默 然后他们这个老人 在他自己的社区和家庭内部 他还有相对正常的功能 然后有些人就觉得 这得入院治疗了 就给人弄医院去了 然后弄到那之后 那老人的功能丧失 是 因为他认知功能差 但是他通过屋里的东西锚定的 没错 他通过街巷锚定的 附近的人物锚定的 你现在一旦给他换一个陌生的环境 这人格就完全断裂了 这个很有意思 真的是这样的 而你说这个 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些年 也经历人口的大规模的迁徙 包括城市的这种变迁 之前我也跟其他嘉宾聊过这个话题 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小时候 出生和长大的那个环境 那个房子还在吗 不在了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和你刚才说这个 就是让阿塞摩老人去医院 我觉得是类似的一个过程 对 其实是 对吧 就是你的 因为我也是 就是出生的地方 房子 所有的一些已经完全物是人非 然后就是当你回想起那一个部分的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巨大的疏远 跟丧失跟缺失的感觉 就是你无论如何 你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地方 你甚至都很难很难去 甚至有些时候我会担心 以后我会记不得这一个部分 就像是你想要做那个时间旅行 你没有一个通道 你回不到 没有锚点了 没有锚点了 对 有时候我是觉得说到这儿 我觉得人还挺可怜的 就相对于海归 咱们就挺可怜的 海归他到时候产卵 他知道游在固定的地儿 就是他出生的地儿 咱游到那儿 你看 这哪儿啊 出生的 这哪儿跟哪儿 不知道 对的 哎呀我天哪 我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氛围很愉悦 但是 为什么有点伤感 我调整一下 但是我真的是 我一直是有点含着泪在聊的 就真的是那种巨大的那种悲伤感 我觉得 因为以前我其实很想找人聊这话题 所以我今天你来了之后 我觉得 太好 我终于可以有机会 但真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就是人在成长跟发展的过程中 得到了很多的收益 但同时 你就是我一直心里面 会有一种很隐隐的丧失感 但是那丧失的到底是什么 我一直说不上来 但其实今天跟你讨论 我觉得真的就是 原来把这个东西给具象化了 我以前一直都觉得 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再重温 过去的生活 回到过去的那个环境 包括走入过去的房子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种很大的一种丧失 对 我觉得就和阿斯海默的老人 他会丧失功能一样 我们其实在情感和人格上也是丧失 是的 只不过我们说没有说认知障碍那种地步 但如果说你每个人的历史过往 全部都给它拆掉 这就挺麻烦的 而且一定程度上 这也是曾经我们自己也很乐于喜闻乐见的 对 大家觉得要换更大的房子 你知道一切都要更新 一切都要改变 然后我们原来太缺乏了 是 缺乏导致了大家很努力的 很快的往前冲 把一切都丢下一切都抛下 然后你现在想停下来再回头去捡 你发现也捡不着了 捡不着了 而且你有时候你要捡的话 可能更年轻的 就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特别年轻的时候 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比如说如果他现在是17 8岁 15 6岁 他还没有get到 说这有什么可眼含热泪的 是 这个我觉得也我也好奇 因为我不知道比如说 比如像00后 他们生活的那个环境当中 本来就没有那种 可能会长期的存在的这种物品的话 那对他们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属于我们的生活里面 曾经有过物质匮乏的阶段 有过简单朴素的阶段 所以你相当于是 你还是有机会 去跟一些老旧的物件 一直长期的相处 就好像是 如果把它们比喻成朋友 对吧 这些朋友他是稳定存在 所以你至少是有机会去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的 不管这个关系是远还是近 但至少这个关系的长度 它是有保障的 对 但是现在的环境就好比是 所有的关系都是很快两三天刷新一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也没做过这个比较 但是我会很好奇 人的心智的那种底层的那种稳定性跟安全感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对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值得琢磨的一个话题 但因为我没有看到太多的统计 但我起码观察几个现象 就第一 其实特别年轻的人 他有一种复古冲动 比如说他开始听黑胶了 比如说他开始玩胶卷摄影机了 摄像机了 相机什么的 对 他很多人就是 他对那些老旧的东西 包括对一些历史的问题 特别感兴趣 就前一段时间 我好像是和汉阳吧 就晚点聊 这个出国 没快聊天 他特年轻 他90后吧 95年还是96年 他就对东北的那些小镇的历史 特别强迫性的爱好 就他要去翻 然后就去走到那个地方 去拍摄 去了解 就人可能对过去 对自己从而来这个事 就是有天然的冲动 那种对过去的历史的 这种好奇 我觉得是不是也像是在 我既然自己没有锚点 我就主动去创造一些锚点 对 就是他无法接受自己 在社会当中一种悬浮的 无根的状态 年轻人其实更多 你像现在很多的精神焦虑 抑郁症 他现在就下沉到幼儿园了 就我们经常会说 咱们这个年纪 或者是年纪更大的人 说咱们挺操的 就可以操起来的 也可以精致 也可以操吧 就我们可能很多人会 自我宣称说 我们的抗压能力比较强 但这个其实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比年轻人 抗压能力更强 但起码咱们觉得 就是说再差 能比咱们 在咱们小时候也不差 但能比咱父母 那个年纪还差吗 就还能吃不着吗 就是有一个参照 有一个参照 对 就觉得再差 能到那个状态吗 现在年轻人 就不是这样了 他没有一个这种感觉 他觉得 他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可以通过消费 购买 然后满足自己欲望 然后个体的成长 然后他就很容易 面对一个很难承担的压力 对 反正我就知道 我身边就有 我身边就有 就有一个家长跟我说 他的孩子高中 然后他回去跟他聊天 小时候关系出台挺融洽的 因为那孩子要什么给什么 就因为他家境还不错嘛 就要什么给什么 然后学校也挺好的 父母也是高知 然后高中的时候 有一天沟通 沟通不行的孩子 就要跳楼 就冷不防的 就平常看挺好的 但你都不知道 他从哪儿学的 那就真要跳 哎呦 那家长吓坏了 从那一瞬间 就是重新调整母子关系 但是他那个时候 发现就很难了 就没有生生次的连接 就是实际上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很贫乏 就是一种消费关系 当孩子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们母亲给他购买 所以是不是这也会让 因为你说这个 我家里有小朋友 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而且就是小学生 然后就是动不动就会说 那我去死好了 这样的 就是 真的是这样吗 就这个还 我觉得你说这个 真的不是个例 就真的是现在的 就好像现在小朋友们 对于生死这件事情的 那种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 有点不一样 咱们小时候说过这种话吗 我觉得从来不会 从来不会 对 所以我在想 这点面是不是也会有关系 你刚才说这个关系 我觉得很典型 就是说现在的大人 跟小孩子相处 其实就是一种 一种交换性的过程 我给你欲望的满足 对吧 但是 我的感觉是 如果人的存在 只包含了欲望的满足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 在很深层次 很无聊的存在 对 因为如果只是欲望满足 那我就成了 像是一个机器一样的 我在定时的定点的时候 我去投喂一些 投个硬币 或者投喂一些 必要的一些物料 然后 这个机器就能正常的运转 它其实 它的存在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是机器 它没有自我意识 对吧 你只要输入燃料 它就能输出 某种生产力 或者是某种能量 这样子的 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人应该很难 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和不存在之间的区别 到底有多大 我能理解这个意思 就是 就是你真的存在过 对啊 你和机器有什么差别 是 我到底是 就是我是 纯粹有我的欲望组成的 那种感觉 但是欲望本身 它其实就是很 怎么说呢 它是 它是 欲望是会很容易消失的 你一旦满足就消失了 对 所以你的构成 就是各种欲望 但是欲望本身 又是很轻飘飘的 是很虚无的 是很 转瞬即逝的 或者说是 是会变化的 那这不就意味着 我的整个存在 就是每一个部分的原材料 都是由一些 入水即化 或者是由一些 对吧 加热即溶解的东西 对 那还有什么 是 是坚固的 是 是韧性的 是稳定存在 好像就没有了 对 因为你说到欲望的话 就是很多欲望 它完全是投注着自己 个人偏好的这种欲望 但是它其实欲望里面 应该有一些 比如说爱欲 这个就更高级的 就是指向他者的 然后还有一些 这种神圣的 超越性欲望 比方说一些宗教性渴望 或者哲思的渴望 对 但是我们一般说的 这种欲望 就是个性 就是这种 一般的及时性物质的满足 比如说孩子说 我要这个400块钱的橡皮 然后你给我买一个 对吧 然后或者是 那个1000块钱的高 就都这些东西 或者你带我去哪玩 吃一什么东西 然后去游乐场玩 多长时间 就基本上是这些东西构成 对 然后而且我们把这种东西 在整个的儿童教育过程当中 把它讲述成一个 对儿童的奖赏 就是你要考多少分 然后你要多优秀 我就带你去玩 再给你吃 然后给你买这 这就变成行为训练了 就像训狗一样 对 然后你就让狗觉得说 这东西是最重要的 最好的 对 但是人不是狗 狗才会觉得 狗才会不断的被同一个食物所吸引 对于人来说 我不想要只是你给我喂 同样的一个 一个treat 对吧 我需要有不同的东西 人很快倦怠了 就是说你今天给他买300块钱的 后天就得600块钱的 大后天就得3000块钱的 然后不断的去渴望 不断的填充 然后发现这个 如果是这种东西的话 它其实具有很强的成瘾性 没错 它是不健康的 而且它会 耐受会增加 然后就慢慢的 你就会没有感觉 对 从有一天你发现 你满足不了它 我有一个小侄子 就是他特别喜欢那种 奥特曼那种卡 然后你知道 现在那种卡 都是像那种 就是你买一包 他要抽 他里面开盲盒什么的 对 然后就是 因为他平时就买的很少 然后有些卡 他就没有 就很稀缺什么的 有一次我们去北京 看他 当时我太太就 一下就给他买了 几大百的卡 哇 太爽了 就老大一跌 当时就是全部开完了 就是那个卡 就是我也不太懂 反正就那个系列 当中有很多稀缺卡 一下全部开出来了 然后那个画面 他非常开心 但是我后来再想一个 就是从此以后 这个卡对他说 再也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一下子 全部都满足了 那还有什么 对 还有什么 这种东西 现在 凡我自己是觉得不健康 就是人需要自己 适时的给自己做阶段 比方说就是喝可乐 包括你自己觉得特别愉快 这种完全是身体上的愉悦 是需要做阶段的 是 所以你在阶段过程当中 才能够真正的重新获得 他这种稀缺感 但是其实这个欲望 是非常低级的 因为就是完全是身体性的 没错 因为人不是这样的 对吧 比方说我就发现 特奇怪的一个事 就是猪猫狗羊 他吃饱了 他就晒太阳了 很充实 没有见他 天天追问人生意义问题 对吧 你说一个猪 你说猪的智商 其实挺高的 猪在动物当中 是非常聪明的 猪的味觉 就是他的味蕾 比人爱丰富的 按理说 他生活应该挺细致 对吧 只不过咱不了解他 但是你想 他就吃饱了 他每次吃食 只要他不生病 那种欲望非常强烈 然后咔咔一动狂吃 吃完之后 往里一躺 对 然后人说咔咔一动狂吃 往里一躺 就真无聊 是 好痛苦 然后那人 他可能他的状态 就不是那个状态 他有一个更高级的欲望 那个欲望 时常是没有得到满足 像你刚才说的 比如说 不管是爱欲 还是超越性的欲望 我觉得这些 也许才是让人觉得 有意思的东西 对 真的是 对 但是这一些部分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他其实在 他其实还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就遗失掉了 对 就是说我们被 我们现在的 怎么说呢 就我们的存在 被我们的物质环境 有做了很大很大的局限 就像刚才说的 你跟一个物件 没办法形成长期的关系 那对这个关系的体悟 感受 他可能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你跟一个 就像你刚才说的 比如说那个 大书桌 播了一下 压的都是照片 你和这一 这一个画面 你和这个书桌 包括所有这些符号 这些照片 你跟他所形成的关系 我觉得反过来 也会影响 比如说你跟家人的关系 当然了 对吧 但是就是没有这些物件 去投射这些情感 没有这些课题 去帮助你去理解 或者说去体会 这些感受的时候 那你在面对 其他的人类的时候 你可能也不太会有 对 那种很细腻的情感 没错 就是人和人之间 他要获得一种 诚恳的内耐连接 他是需要训练的 他需要每天都锻炼的 但这个锻炼 不能当成一个课来修 没错 那个克莱修就挺麻烦 那他需要的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自然的 沉浸性的就获得了 是的 就原来家庭的这种 空间组织 物品安排 实际上是很强的审美性 就在里面 人都不断地在进行审美 在这个审美过程当中 来获得这种人之间的连接 人是有这种能力的 但现在这个空间 你说大家都居无定所的 然后很年轻的时候 在一个城市里 这个只能租房 然后可能买房又太贵了 然后这种整个物质状态的 这种结构 就让人很难 构筑那种 有一个锚点 对 因为很多人也会觉得 这房子也不是我的 我也不太想 投注情感 投注太多的东西 我不太敢买太多东西 不太敢 对吧 做各种太多的安排 对 所以就很 所以现在大家说的悬浮感 我觉得 很悬浮 就真的是很悬浮的 完全没有日常 而且我可以跟你分享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极端的反例 就是我曾经单身的阶段 就是用很多那个社交媒体 就是那种约会软件 Tinder啊 探探啊什么的 Tinder 探探 默默 你都用 对 然后那个阶段就是 那个其实也是一个 我就从今天我们讨论的角度 那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 那个软件还在吗 现在应该都还在吧 对 你像这样的软件 我觉得它也会给你带来一种 就是在短期之内 是很强的刺激 你会说哇 我可以一下子 一晚上就可以刷到这么多不同的人 对吧 他们有各种 都是真人 都是真人 对 就是它大大的提升了效率 让你很快能认识很多人 但同时我观察到另一个感觉 就是我会 就是在我用这个软件之前 比如说我遇到一个人 我会对这个人充满好奇 充满渴望 甚至可能是充满爱语 就当然还不是说是那种男女的爱语 而是说对这个人 我想要靠近他 我想要了解他 我想要做朋友 我想要对他好 现在你就发现 他们只是一个一个的profile 一个一个的页面而已 我看着他们 我没有任何情感 甚至我会觉得 虽然我没有那么做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我跟你说了 然后就把你拉黑掉 或者就把你删掉 其实我也无所谓 那这样子 然后你一直用这个时间久了之后 它像是对你的大脑都会有改变 你慢慢的你会看到这些人 你会觉得无感 然后无感之后 就是陷入一种非常深的孤独 虽然有很多的人 你是可以去连接的 但是你的大脑 好像都失去了那种 对一个人产生很强烈的 好奇和亲近愿望的那种能力了 所以就很有趣 就是就很矛盾 就一方面 所有的机会 可能全部都在这 它比以前多很多 你以前你一辈子 可能顶多认识五个美女 你现在一晚上可以刷一百个美女 就是效率极大提升 但是碍于极大的消退 对是 所以用久了之后 我后来我就很讨厌 这个这样一种机制 我就觉得它对人的 就是当时我就很明显感觉 它剥夺了我的某一些东西 对是 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你还是很有 就斯基夫老师是很能自省和觉察的 所以可能你才会去放弃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 那个东西不挺好吗 效率挺高啊 这我还去公园跟人相亲吗 对 不用了对吧 也不用在单位里面认识谁了 不用突破我的社交圈 他就是我的社交圈 其实有很多的技术哲学学者 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 后现象学的唐一德 他就有很多说 你用那个东西就在调节你的知觉吗 然后就说你和别人进来感情和连接 这种方式本身就源自于我们的知觉 就我对你是一种什么方式的知觉 比如说我们做点聊天 然后我对你的知觉 和我们在马路上见到 我对你的知觉是不一样的 或者你是我的同事 我的知觉也是不一样 对吧 那个不一样的知觉会构筑 对你不一样的想象 不一样的情感投注 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连接 都会不一样 没错 所以比如说有些那种电影当中 那种很浪漫的条件 都是大家在一个 可能很神奇的地方相遇 很多时候甚至是那种相遇 会因为这个环境而变得不一样 如果你们是在大楼的电梯间相遇 和你们在我不知道 巴塞罗纳的街头相遇 那完全不一样 虽然是同一个人 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对 完全有可能影响你们后期感情的走向 对 所以见面的场所很重要 然后现在的场所就变成一个网络场所 然后它把所有的人的profile 平展到你面前 然后你感觉说你获得了某种说 那种俯瞰的那种权力感 就是说我可以站在这 就是哇 橱窗里有一百位 这个我自己觉得好看的对象 然后那个本身是个负权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自己很牛 感觉跟谁都能聊一会 是吧 然后那个时候 每一个人都变得不重要 每一个人都变成儿戏 都觉得我可以玩一玩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挺可怕的 因为这个心态一旦介入之后 你和他怎么建立一个深层次的投注呢 你深层于有的时候 还会觉得说 他之所以上那个软件 可能他也挺轻浮的 那你这种知觉 就起点都在这 后面怎么建立 我不否认 就是说有的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 就是说他也是在社交网站上认识的 还挺好 还结婚了 我跟我太太就是Tinder上刷到 所以也是成功故事 也就是成功故事 就不是说什么就非黑即白 而是说 就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能会有那样的心态 而那个心态 其实不大利于建立 长久持续的关系 是的 就还是那些细节的东西 是失去的 而且如果我们 我在想 如果再把这个再延伸 不光是其实选择 伴侣约会对象 如果我们在做很多选择 都是有这样一种 像你刚才说 这种上帝视角 所有的事情摊开在你面前 用橱窗式的方式展现出来 那你怎么对 比如说现在选择的 不是伴侣 而是比如说 职业是人生的方向 甚至说再小一点 你要去哪里玩 你要去哪里旅游 就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 就是以前我是很喜欢 到处去逛 到处去旅游 我现在对于旅游也是 没什么兴趣 就真的是没什么兴趣了 因为每一次要旅游 你第一天做的事是什么 打开某某软件 看攻略 对吧 看这有什么玩 这有什么吃 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去 这个地方有什么雷 你要去避的 有什么坑 你需要去避的 你把这些看完之后 其实你已经不想去了 已经旅玩游了 旅玩游了 就是全是二手经验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 类似的感觉 其实你是需要一个 很直觉的一种 甚至是一种 很冲动的感受 去驱动你去旅游的 对吧 比如说以前去旅游是 我听谁说过 那个地方有什么 也没见着 也没见着 然后你会有一种想象 有一种向往 你听谁说过 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 现在就是看看 check一下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说这个好吃 看大家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你会得到一个 具精准具清晰的 一系列的信息反馈 但是这些反馈 他同时就会 大大的消磨你的那种 没错 我觉得旅游 很多时候是一个 它应该是个审美活动 就是它得保持适当的距离 你要弄特戏 是吧 你看所有东西都得甄别 然后你都放在显微镜下看 它有什么意思 它没意思 它必须适当的距离 它能有点光运 就让你觉得 好好奇 对 就是好想去 然后所有东西 全部在网上 有图有视频 然后还是第一人身视角 没错 对 然后你感觉他吃 就是你吃 那就意思不太大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也在削减人的 很多这种欲望 但是有的人 可能觉得挺好的 因为咱们不能替 所有人说话 别人说我也去不了 也没时间去 也没时间去 也没钱去 然后你去 我去了 我觉得挺好 第一口都是进粉丝的 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尊重 我觉得也挺好的 像这个 因为你的学科的领域叫做科技 科学哲学 这个领域 如果要让你用一两句话来介绍的话 比如别人问你科学哲学是什么 你会怎么说 哇 科学哲学呢 其实我们这个叫科学技术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 对 原来最早有一个版本叫自然辩证法 这个你肯定听说了 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 对 自然辩证法 就是恩格斯原来写过一个书 叫自然辩证法 然后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是从哲学角度 反思科学技术活动当中的一些问题 一般性问题 比方说自然观 就是什么是自然 比如说科学 什么是科学 对吧 像这些问题 像科学哲学一些经典问题讨论 比方说科学的命题何以是真理 比如说我说这个牛顿定律 你为什么觉得它是科学的 为什么巫术不是科学的 为什么宗教的命题不是科学的 为什么审美的命题不是科学的 假如它也可以称之为命题的话 对吧 那你就要去找科学的真理是什么 科学能不能够像科学家宣称的那样 客观的表现世界 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客观性 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因果性 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外在世界 对吧 就这种问题 一层一层的追问下去 对 然后我其实感兴趣的更多的是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比较新 然后我会对那些比较新的正在形成的领域 那个趣味更大 那你作为一个很宽泛的问题 现在当下的这种时代 你所看到所有这些技术发展 你的直觉反应是什么 你会害怕吗 或者你会觉得担忧吗 我肯定是担忧的 因为其实不是 因为我担忧也不是很重要 那个有很多大哲学家他也担忧 那比如说批判性理论 包括一些现象学的技术哲学 他们都觉得说 这个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好像就是前两天 那个凯文凯利 就写失控的 那个哥们是在上海 加东大学做了一个讲座 他说技术什么时候最可怕 就是技术你看不见的时候最可怕 什么叫看不见的 就咱屋里这些技术咱都看不见 你盯着那个屏幕 其实你没看到那个屏幕 你看到的是屏幕后边的那个东西 都给你展示了 屏幕你常常是看作透明的 然后这屋里你看灯空调 然后地板 这所有的都是技术人工屋 然后你都没看见 你都忽视了 他说那个是最可怕的 就是我们的日用之物 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是 就他会在不知不觉之间 就塑造了你的选择 你的行为 甚至是你的感知 对 就是那些东西 就你用你觉得很简单 没什么高科技的 就是那些东西 对我们生活影响挺大 就像那个书里写的 吃穿助用型 这几十年的感觉 是的 是的 你其中讲到 你说每天都点外卖的 夫妻是会离的 对吧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 你们两口子就点外卖的 我们经常点外卖的 那句话说的不对 没事 但是我理解你说的那个意思 其实就是 其实就像你刚才所讲的 就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这些 看上去很不经意的东西 但是它其实会 就是如果是很大的 很显著的技术 它反而你能意识到它的存在 你也就意识到你被它所影响 对 但是像比如说外卖的APP 智能手机 整个外卖服务 它其实就会偷偷的去改变 你跟你伴侣之间的生活方式 而你们不自知 你们甚至会觉得这样很方便 对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我就可以彻底把它交给一个 自动化的便利的过程去处理 对对 甚至于有的时候 这科技可以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像法兰科夫学派 很多人批评了 所以他以这种所谓的理性和正确 所科学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的要素的时候 大家都认同 对吧 比如说现在你要 你简单说你反思技术 别人以为你反科学 其实科学不等于技术 技术也不等于科学 反思科技 更谈不上是反科技 这完全都是两码事 大家为什么要从 也不叫大家吧 就有一部分人 为什么要从黑一个跳到白 从A一定跳到B呢 其实最细腻的部分 就在这个中间状态 在之间嘛 之间才有好玩的东西 是 我发现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好像是你比较 这是你 我不确定这是你的个性 还是你的感知能力 还是怎么样所决定的 但就是你其实比较喜欢去探寻 那种中间状态里的细节的东西 对 就是你不是一个喜欢站队 而是喜欢进入到这个细节里面 去找那些灰色地带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描述 对 我觉得完全是诚恳的描述 对 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世界它不是 那么强的规范性 对错是非简单的黑和白的 它要细腻的多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这个也是跟你曾经有过那种很 就是你像日常的深处 你有很多日常的环境跟物品 它给过你这些体验 所以你才有这种意识 就是我不要看到表象 我要通过这种很复杂和细腻的感受 去感知这个世界 你觉得这会有关系吗 我觉得会有关系 因为最近好像人格量比较特别火 是吧 我也测了一下 MBTI MBTI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新时代的星座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星座稍微会更靠谱吗 我不知道 也许吧 我不确定 对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 星座有各种星盘 所以它的分类应该是更细的 更细致是吧 所以那个应该只是二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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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这样的 所以 OK Anyway 所以你是什么 对 这还别说了 反正我应该是 第一个是E 然后我应该不是太爱的人 但是我应该是E里面比较爱的 对 然后 中间态 对 然后我自己会 比方说 我开始有这种体验的时候 是有一次我坐火车 就在荷兰坐火车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也挺年轻的 然后 荷兰那个阴晴不定的那个状态 然后就一会儿就天晴 一会儿就天晴了 然后坐火车里边 火车跑得不是太快 然后我就在那发呆 然后突然间就看见有一个阳光 就刺破云层 刷一下就窗户里边钻进来 打落在这个脚边 忽明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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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一块光斑 然后那个东西 哇 超有节奏的 啊 对 然后就看 嗯 它 它 对 它有一种节奏 然后 像是在有一种脉冲感 对 然后 然后那一瞬间就 哇 打开了一个很深的众生 然后我就完全投注到里面去了 然后我觉得那可能就 那一瞬间是一个很好的 审美的 这种光运的体验 然后就会 它后面会带来一种 很强的意义感 就你说这事吧 它也无关紧要 嗯 但是你带来很强的充实感 就觉得哇 就很美好 很充实 对 你这样说 我特别好奇 你小时候喜欢 一般喜欢玩 就是你 作为一个小朋友 你玩耍一般都会玩 玩什么东西 就你会如何玩耍 就大自然啊 这个肯定是比较热爱的 然后就是变形金刚 我们小时候比较多的 对 这个比较多 因为就是 我听你讲的这些场景 就是我觉得你其实有非常非常的 细腻和敏锐的那个部分 而且不是那种 而且就是那种 应该怎么说呢 是那种充满着惊奇跟好奇的那种戏 你会在一个 光斑里面好像看到一个很大的世界一样 这个是天生 是与生俱来的吗 是跟你的小时候的这种生活环境会有关系吗 我觉得我是不是 当然你要说我做自我人格的解剖 对吧 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 虽然我是一个艺人 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特别享受 灯红酒绿那种状态的 就每天要 就是互捧引斑 我并不太享受那种 我有时候一个人愿意独处 就是自个儿待着 然后大概就是 每周可能要需要一点时间 就是自己待着 那个状态对我来说很重要 就是比方说我写一个东西 那个中间状态的时候 比如有10分钟20分钟 我可能就会拿着相机拍拍东西 我一直很喜欢那些东西 对 所以实际上你的感知力是很强的 好像视觉的 触觉的 听觉的 五官是很敏锐的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习惯 因为我也看 比如说你书里面 你写比如说关于吃 我就发现你对于食物的描述 我觉得这个 你确定你不是美食博主吗 对对对 但有时候别人也会觉得挺讨厌的 说你到哪儿 说别人都是一眼就看过去了 你也一眼看过去了 然后你干嘛看那么细 然后你不内耗吗 不过这种感知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又还蛮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感知很弱的话 他其实很会更倾向于去 去从别人那里得到某些答案 或者是某些参照 因为他自己就不太能形成自己的感受 就比如说有点像是你看一部电影 然后比如说你知道有些人看电影的时候 那个感知能力会很强 他会形成很多自己的反馈看法 比如像我太太她的行业跟这也有关系 她看完之后会有很多的评论 包括很多从导演 从编剧的角度 你知道就会有很深的这种感知 然后相比之下我就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顿一点 所以我看完之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感想 但是我就需要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然后别人的一些评述 我会把它参照过来 然后一定是能变成我的一种视角 但是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对于自己的生活的很多感知 也是这样来做的话 那就是对吧 我今天吃了一个什么 我吃不出来的好还是不好 但是我看看别人是怎么评论的 但是我的直觉完全相反 我感觉史蒂夫是一个就感受力极强的人 为什么 假如我的感知能力确实像你说的这么强的话 那说明我对你的感知也是对的 我觉得就是可能我是有点分 比如说我的我对视觉的感知其实不是很强 所以我的视觉的审美就其实还好 比如说你让我去看画展去看 就是我对画就真的还好 我不会有那种 但是如果我对可能是音乐 或者是我对故事 我对人的情绪 我可能感知能力会相对强一些 对因为你是心理咨询师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就是好像是这个敏感性也有 那个技能点的分配也不太平均你知道 对所以像视觉包括味觉 我都不是特别特别的敏热 所以我在很项目 天天吃外卖 你知道有些人就品酒 他能喝出什么年份什么 我觉得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确实不大容易能区分的出来 对那你们真的是天天吃外卖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自己做 对而且说实话就是我很认同你说的 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 那不光只是一个做饭的过程 他也是一个有很多的互动在里面 像比如说我跟我太太 她也巨蟹做 我们俩都是属于个性其实蛮强那种人 所以我们做饭会有一个共识 今天谁做饭 如果是你做饭的话 我就不给你打下手 因为会烦 因为我想要你用我想要的方式来切这个菜 来做这个 你如果做不到的话 算算我还是我自己来吧 所以我们俩就会 你知道这里面就有那种权力斗争 那会分工吗 比如我做饭你洗碗那种 会啊就这种会有 对对对 但就很好玩 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些关系相处的一些细节 投射在做饭的这个活动里面 就很有意思 很有趣 我觉得今天跟你讨论的这些 我觉得其实跟你的书的名字真的很契合 就是日常的深处 就是我们虽然在聊的都是生活中的很多话题 但是你把它往深了去思考的话 还是能看到很多很多东西的 我觉得最后的部分 我其实是想问问你 包括也替听众们请教你吧 这个因为你对于很多人和生活 人和物质和物品之间有很多的思考跟反思 所以大家能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去 怎么说呢 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一些 或者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去缓冲 能够去改善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 现在这种快消失的这种物质生活 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能让我们有更踏实 更不那么悬浮的感觉 在这个维度上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 你自己会做的事情 或者有些经验建议的分享 能聊聊看吗 我有自己的尝试的方法 但这个可能 就是更多是我分享我自己的方法 谈不上建议 因为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方式 大家就做个参考 做个参考 仅仅是当我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自己的方式是养一盆薄荷 就从薄荷开始 然后养一点鱼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薄荷本身不大需要照料 然后呢 浇水就行了 真的就浇水就行了 但是你一旦把这个薄荷 引入到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打开了一扇门 就是一个生命到你的生活里面之后 它不像你想象的一样 所以你天天给它照料 让它成长 不是 它也照料你来着 因为它会占据空间 吸引你的注意力 然后它在光影的情况下 会变化出不同的状态 对吧 然后你每天会观察它 然后你可能会揪一片下来 然后泡水喝 然后呢 揪点出来做个饭 做个菜 然后那个东西你的 你就会被它牵着走 它是带着你走 有了它很多事情才成为可能 没有它这种事情不会可能 你不会做的 有了它 它就可以把你带入新的领域当中 然后通过这种引领的 对物对人的引领 也不是人对物的使用 这正好是倒置 嗯嗯嗯 是是 然后你可能就会意识到 你自己生活状态当中的异常 就有的 有些人可能完全认识不到自己正处于某种异常状态 他甚至于就觉得说 他活在一个那种特别强迫性的对于未来的渴望当中 以至于他特别贬损自己的当下 哪怕他已经很痛苦 他每天996 他已经活得非常压抑了 但是他仍然觉得 他把他压抑到潜意识当中 你知道吗 他把他别人化 嗯 然后说这个 我要努力 我要成功 我要奋斗 这都是值得的 然后如果你养了那瓶薄荷 养了那条鱼 你去看他的生命状态 进入他的世界 然后你可能才发现说 我的状态不太对劲 你说的那种异样的感觉 我的感受是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多少都能有点感觉到 但是我们不太把它语言化 把它具象化 所以我们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理解当你在养这样一个 不管是薄荷还是养鱼 就好像是你借助这个物 借助这个符号 这个东西去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 把这种感受给呈现出来了 对 因为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这里面就你一个人 天天在一个小房间里努力 对吧 你某个人在小房间里努力 他没有东西能够真的给你带来 一个生的生命体验 就是你没有生命体验 你怎么去意识到 怎么去观察呢 你没有否定性维度 你都是这样的 你看的所有东西都是减房给你的 都是让你更努力 继续努力 加油 你现在再不努力就晚了 是吧 你哪有东西能给你一个否定性的对抗 一个参照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就好像是你生活中所有的物件 如果都是为了 比如说提升效率 对 像有些人他的 不管是收纳 还是这个现在很多这种 productivity的这种产品 包括手机上 全部都是这个提升工作效率的app 对 但是就是所有都是 就好像是这些物品 都是为了提升效率 所以他们背后都暗含了一种价值判断 是 就是效率至上 对 但其实这只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维度 其实有别的维度 对 而那一盆薄荷 那一缸鱼 它其实就是引入了一个 像是一种新的价值体系 让你看见说 你的生活 它其实可以有多样性 是 它不需要只是一直服从于一个单一的价值体系 对 因为薄荷并不是为你而生的 是 薄荷是为他自己而生的 对 薄荷也不会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或者是他不会让你吃了之后精力巨豪 对 也不会 它是无关紧要的 就像一个成功男士 仿佛不需要薄荷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需要薄荷 但未必要一定是薄荷了 就可以是别的植物或什么别的东西 然后 它一进来之后就倒转了 就是你经常会看见说 它是自己为自己生长的 毕竟它不急不虚 是 是 你说这个我有点 我不知道这是否相关 但是我有点能理解 为什么现在很多 可能年轻一代都喜欢很多这种潮玩 因为在我看来潮玩是特别 就是pointless 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大家要去收集 要去 对吧 要去摆放 要去欣赏它们 我觉得也许 我不确定了 也许在这个维度上 也是就是说 这种没有答应和没有意义的东西 它也是让人能够从那种效率至上的生活里暂时解脱出来一下 我去欣赏 我去收集 我去交易 获取这样一些只是摆在那好看的东西 对 这个是一种 就是说我们短暂的摆脱那种强迫性的成功欲望的一个一瞬间 但它和我觉得和薄荷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当然 就这个东西是我喜欢我买到的 但是薄荷需要你照料 是 而且这个东西它背后其实还是有非常商业化的逻辑 它之前它是收藏款 对 那就麻烦 对 对 有IP这个潮流 大家看了会觉得你又有贵属感的问题 有身份感的问题 就本质还是有点浮躁的 对 后面还有点计算 对 没错 没错 是 但就是薄荷是一个它跟你的这个人的社会地位 身份 自我认同 这些其实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而且它是有内带生命的 而且它需要你的照料 明白 这么说起来 那其实养猫养狗这些 都是差不多 难怪现在猫狗市场这么发达 对 但是你千万别把它养成那种时候 我喜欢猫 我养了之后 买回来之后 随便对待它 那它就还是变成了一个消费对象 对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也是从物的层面 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说 就是真的是一个人需要有像你这样子的这种感知跟反思 可能你才这些物品放在你的生活里面 它才能带来意义 如果你只是拥有这些物品 但是你并不去看它们 你并不是像你刚才说 看着那个光斑你会想很多 你看着这盆薄荷 你什么也不想 是 那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对 这是我时常觉得人应该往后撤一步 人不能就是每次都挺立在前面 把自己弄得高大拳 然后那个一旦站起来 所有东西都是矮一截 这肯定不行啊 就是你要谦卑的往后撤一步 然后你才能看到东西有光运 你上来都走那么近 所有东西都是信手念来 这是不是有点自傲 那种撤一步的感觉 我能否理解为 它是不是有一点像是 比如说你站在大自然里面的时候 你面对大山大河 这种时候 你会有一点渺小的感觉 你会有一点觉得 我不是这个 我真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我只是一个观光客 我只是有幸见证了一下这个画面 是 我觉得那感觉其实挺接近的 就是你产生了一种树木感 敬畏感 就是你往后撤一段 因为我们其实 还是就大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脆弱的 还没有看到生命是个遗憾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可能去趟养老院 看一看老人的生活状态 能让人治愈呢 对 我非常同意 是的 好呀 那很有趣 我觉得今天这个对话真的 我不知道听众们听完是什么感觉 反正就是中间有很多地方 我觉得是非常戳我的 而且把很多 我觉得藏在内心深处 一些非常微妙的感受 讲了出来 所以大家听完之后 我也很好奇大家会是什么反应 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讲讲 包括分享一些 我觉得大家彼此小时候的一些记忆吧 因为我想可能比如说跟我们同龄的听众们 他们听完我们讲的 比如说这个玻璃下面压的照片什么 可能也会激活他们的很多记忆 而这些记忆其实又是属于那一代人集体的一些 共同的回忆 所以我觉得这种分享也是一种激活 也让我们在怎么说呢 在现实生活里没有锚点的时候 我们就做彼此的锚点 我们多讲一讲这种故事 然后就对吧 帮助彼此做一下时间穿越这样的 好那特别感谢小悠老师的分享 以及再跟大家推荐这一本书 《日常的深处日用之物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中性出版社出版的非常非常有趣的一本 而且也很容易读一本小书 其实很快就可以看完 但是带来很多很多的很粘稠的温暖的 有温度的体验 所以特别感谢小悠老师 也谢谢史基夫老师的吹捧 谢谢大家 好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